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炼制丹药 最重要的就是平衡药力 将各种药材的属性用魂力融合在一起 其中最难的也是药力平衡 先提纯药材 贾荣将魂力散开 顿时一份药材分门别类 按照李云霄的要求放入各种器皿之中 开始提纯起来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其中李云霄不知骂了多少句蠢或笨蛋 贾荣都咬紧牙关 一步步熬了过来 整个炼制过程他完全是晕头转向了 开始还在一步步的记住步骤和手法 到了后面完全是机械式的听从指挥 只累得浑身几乎虚脱 好了 手丹 李云霄一声令下 贾荣早已经支持不住了 有如大赦 急忙将魂力一收 元气从手中积上而出 两枚丹药在空中滋溜地旋转了几下 便落入其手中 冲元丹 爆元丹 真的 真的成功了 贾荣哆嗦个不停 魂力好空了也不觉得累 激动地说道 而且是两枚一起炼制的 天哪 我刚才都做了些什么事啊 这怎么可能 刚才炼制之时 被骂得满脸的委屈也一扫而空 恨不能每天都能听见云绍蠢或笨蛋的骂 只要能够指点他炼制 李云霄从他手中取过两枚丹药 看了一眼之后皱眉道 怎么纯度这么低 炼制出来这种垃圾东西 你也好意思叫 贾荣眼珠子都涂了出来 刚想说 你不是数炼师 哪里知道炼制出这两枚丹药的含义 但顿时一想 刚才自己所有炼制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 要说云绍不是数炼师 打死他 他也不信 现在李云霄在他眼中不仅是数炼师 而且是超越了他认知的存在 想到这儿 顿时就闭嘴了 再想起先前他所说的 自己能够进阶到六阶终极数炼师 不由得有些相信起来 浑身更是激动的颤抖不已 看你这样子也差不多虚脱了 还得我自己提纯一下 麻烦 李云霄嘟囔着 不过仅仅是提纯的话 我现在高级学徒的魂力也足够了 他将丹药用魂力包裹起来 再次置于阵法上空 双手捏绝 一道道的阴火从阵法之上标射而起 朝着那丹药滚滚烧去 提 提纯 贾荣顿时傻眼了 炼成了成品也能提纯 不是只有原料才能提纯吗 李云霄懒得跟他解释这些 双手不断变换绝印 小心地控制着阵法上的灼烧 贾荣则是睁大眼睛 一眨也不敢眨 李云霄的炼制手印他一个也没见过 但每一个印出却能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隐隐当中似乎蕴含着什么 他总感觉这种东西十分重要 但却苦于抓不住 不断的急得直扫脑门 成了 李云霄轻叹一声 将两枚提纯后的丹药放在手中看了一下 似乎依然极度不满意 叹气道 也只能提纯到这个程度了 我的魂力太低了 有了充元丹 三天之内他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冲击到一元镜 才有把握打败九星武士的蓝悬 为了以防万一 还有一枚抱园丹备用 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贾荣默默地念叨着 一共用了七十二种手法 他努力将这些手法强行系在脑海之中 无意中瞥了一眼李云霄手中提纯的丹药 顿时脑子一片空白 失声道 纯品丹 丹药除了按级别划分外 还有纯度的划分 一般纯度在90%以上的则称为纯品丹 但纯品丹的形成 除了数炼师的实力外 多少都靠些运气 李云霄不仅可以直接将成品丹药提纯 更是可以提纯出成品丹来 让贾荣的脑子瞬间当机了 那七十二种手法也忘记了去记 正正的站在房内发呆 这一天超越他尝试的事 一件接着一件 让他彻底懵了 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李云霄已经走了 顿时极度的懊悔不已 急忙取来执笔 将内心所想 所疑惑的纷纷记录了下来 李云霄路过一楼大厅的时候 听见陆雨兴奋的大叫道 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陆瑶顿时露出开心的笑容 正好看见李云霄头以一个感激的微笑 李云霄伸出大拇指 给予一个鼓励的神情 便离开数炼师工会 回到嘉兰学院开始闭关修炼起来 以他现在武图巅峰的实力 也不会惧怕蓝悬 但若想击败对方 就必须凝炼出元气 跨入一元境才有可能 要知道 越级挑战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但两人等级相差太大的话 则一切技法都没有用 九星武士的元气之强 已经不是武图能够抵挡的了 这几天 韩百和陈真都找过他几次 皆是无功而返 谁也没想到他会在仲利市一待就是三天 嘉兰学院院长办公室内 钟离山听着骆云长这段时间来的表现 顿时一张老脸笑出花来了 云长 想不到你真的进阶数炼师了 几百年来 你可谓是继扬迪之后的第一人了 不过 他立即扮起脸来 怒道 这么重要的事 你竟然不一早通知我 等到陛下设宴群臣的勤俭到了我这儿 我才知道 你让我这个院长的脸往哪放啊 骆云长尴尬地笑了一下 我也没想到陛下的勤俭会来得如此之快 因为刚进街 还有些魂力不稳 这几天来我都在闭关稳定魂力 本想出来就告诉院长大人的 钟离山摆了摆手说道 这件事就算了 在这些年轻人里头 你可是我最看好的一位 才二十一岁的年纪就达到了三星四象径 一阶数炼师 前程不可限量 我打算在这次宴会上通告大家 升你为加兰学院副院长 副院长 陛云长吃惊道 这怎么可以 我 钟离山直接将他的话打断道 你都不行的话 我也想不出第二个人了 学院里的确还有些老怪物的修为比你高 但仪式年纪大了 而且你还兼修魂练 并且你是镇国神卫五位统领之一 也唯有你担任 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陛云长也默不作声了 再推脱的话怕钟离山会不高兴 办公室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突然窗外的嘈杂声传来 看见许多学生的身影纷纷朝着演舞场而去 骆云长诧异道 发生了什么事了 怎么都往演舞场去了 钟离山笑道 说来有趣 还是你带的那个权贵班的学员李云霄 接受了毕业班玄帮老大蓝玄的战书 打算今天在演舞场为蓝飞的事一争高低 李云霄接受了蓝玄的战书 蓝飞之事 骆云长失声叫道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钟离山将所发生之事简单地讲了一遍 最后哼道 这些权贵子弟在学院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让他们互相斗一斗也好 蓝飞竟然被开除了 骆云长正住了 马上焦急道 不行 我一定要去阻止他们 李云霄不过是一个脉轮都无法开启的废物 如何打得过蓝玄 这分明就是去找虐 钟离山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的神色 脉轮都无法开启的废物 云长 你我都被这个云少给骗了 三天前的盐武场测试 他直接打开七道脉轮 全破千金 这小子竟有如此心机 藏得这么深 现在怕是已经突破到了一元镜了 李云霄全破千金 突破到了一元镜 骆云长这下真是彻底呆之住了 难难地说道 怎么可能 若是他隐藏了修为 不可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难道是这几天才突破的 绝不会呀 那就更荒诞了 他猛地朝门外走去 沉深说道 不行 即便真突破到了一元镜 也不可能是蓝玄的对手 蓝玄在小风云榜上排名第三 怕是李武师也只有一线之隔了 他脑海中闪过那天 在课堂上李云霄的身影 总让他觉得与往日大不相同 那如星子般的眼神 更是让他有些心神不宁 而且自己也受他点拨之恩 才能如此顺利地突破到一阶数脸师 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打废 钟离山有些诧异 我和你一起去吧 也看看现在的学员都是什么水平 小风云榜第三 嘿嘿 有点意思 在十倍重力室 余和正实在忍不住地说道 蓝玄 今天那个废物跟蓝玄决斗 我们真的不去看看吗 罗兰玄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对余和正越来越没有好感了 你去看吧 我没空 蓝玄在小风云榜上排名 仅仅次于林大哥 那个小丑上去不过是徒增笑料而已 不过蓝玄也可见一斑 只知道捏软柿子 唯有林大哥和白成风 才是我心目当中真正的强者 余和正看到他提到林雨的时候 脸上洋溢的那神采 顿时心中极不是滋味 既然你不去 那我自己去了 我早就想看看那个废物是如何死的 罗兰朵看着余和正离去的背影 不懈地说道 自己没本事打败李云霄 看着人家打也过瘾 想不到余和正竟然这般没志气 窝囊 就在余和正的身影 从十倍众力士传送出去的时候 他的目光猛然一跳 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拖着疲惫的身躯 也走上了传送阵跟着出去了 那个影子的身影除了疲惫之外 还给他一种孤寂傲然的感觉 让他心神一阵 心中难以抑制地震惊到 李云霄 想要是可以寻找的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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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